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一袋橘子重二又八分之一公斤 然后呢,一箱离子呢,又比橘子还要重一又五分之四公斤 最后呢,一粒西瓜呢,又比离子还要重呢 一又八分之七公斤 那西瓜重多少公斤 我们用一个比较图像化的方式呢,来让自己理解 如果今天呢,橘子呢,是二又八分之一公斤重 然后呢,一箱离子又比这一袋橘子那重一又五分之四公斤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化,对不对 也就是离子呢,它又更重了一些 多出来多少,多一又五分之四公斤 OK,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再看呢,西瓜又再比离子还要重 所以呢,西瓜比离子重一又八分之七公斤 所以就代表它要再更多一些 然后比上面多出一又八分之七 最后,题目问你的问题是 请问西瓜重几公斤 也就是在问你这个东西 西瓜重几公斤 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整个西瓜多重呢 不是就是橘子的重量 加上离子比橘子重的部分 再加上西瓜比离子重的部分 也就是二又 好,我们整个算一下哦 也就是二又八分之一 再加上一又五分之四 再加上一又八分之七,对不对 好,按照呢 算术的这个原则 由左到右都是加法 我们是可以把它加起来 可是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 你发现到一个小细节 诶,这里是八分之一诶 这里是八分之七诶 这怎么样呢 这分母是一样的 比较好加 我可不可以让它先加 可以啊 还记不记得结合率这个概念呢 在结合率里面 不管是连续的加法 或者是连续的乘法 这里面的数呢 是可以相互交换位置的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们利用结合率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一又八分之七往前搬 所以就变成二又八分之一 加上一又八分之七 再加上一又五分之四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先算二又八分之一加上一又八分之七 是我们偷偷算在旁边 二又八分之一 好,写得清楚一点 避免搞换 二又八分之一 再加上一又八分之七 有没有注意到 二跟一相加 二跟一相加的话 答案是等于三 对不对 那如果是八分之一跟八分之七相加呢 答案不是就是等于一吗 所以整个加起来其实就是等于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地方其实就等于 我们写一下等于四 再加上 前面加起来是四 后面再加一又五分之四 好,这边就不难加咯 这边就变成五 又五分之四了 已经换成了带分数 所以这代表的意思是说 西瓜重几公斤 西瓜就重五又五分之四公斤 那这一题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前面先把它相加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要通分的问题 分母就会变成什么 可能是四十 然后呢 你加了一大堆才发现 又可以约分回来 那不如一开始的时候 就观察清楚 有分母相同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结合率的特性 先把几个数字位置换一换 好算的先加在一起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哦 我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我会变成了一段时间